大家好,我是Yan 相信有看过我爬山的图片的朋友 你们都知道我之前有爬过那个沙滑的神山 就是Mao,Kinabalu 然后还有就是外个880的长城 就是880越过中国那种 那么其实呢,对我来说爬山这件事呢 虽然我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区 我都爬到蛮幸远的 然后那个神山呢,沙滑的神山呢 它差不多要到顶了,到顶方 大概有4095.2米 但是呢,就差那么一点点 再次拉回的话 少了一个25米 那么就差一点到顶了 但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就没办法 但是这样子 虽然我没有到达 就是爬的 啊,就虽然我爬这两个地方呢 都爬的蛮辛苦 但是呢,到最后呢 我还是有机会 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 啊,上到最大的地方 就是我在天上看着那个云朵 飘过 那么我是怎么做呢 相对比 相对比 沙巴山山跟长山呢 我只需要花一些费用 花一些钱 去买机票 然后坐飞机 到 啊,其他地方旅行 当旅行的时候呢 我就 看到了那些云朵啊 啊,在天空啊 如果在天空的话 大概都有三 大概都有两三万空尺吧 所以是相对来讲 是比爬山山跟 外山山高的 所以呢 啊,虽然我 爬不了很多地方 但是至少我能够 上到最高 啊,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啊,去 达到,啊 达到我想要 到达的地方 那么就是 不是爬的 不是爬的 用,不是用爬的 方式 啊,不是用爬的 爬上去 而是 坐飞机 大飞机 啊 上那个 到到达那个云朵 然后爬下来 那么 我就能看到 那个画面了 大家也能够看到那个画面 那么今天呢 我 不 并不是只是想说 这个 关于 啊 看到这个云朵的 这个画面 啊,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啊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所用的 我们所用的 我们所看到的影片呢 其实它有分 不同的 啊 容量 那个画面 画面比较 如果容量比较少的话呢 可能它的画面就比较不清楚了 比较 模糊一点 啊 但是 如果说你的那个容量 那个 影片的容量呢 就是那个 啊 啊 Memories 它的Memory呢 就比较大的话呢 它的画面就比较清晰了 但是当开始的时候呢 你要拍 拍之后的录影的时候呢 或者 它 还是把它 这个画面记录下来的时候呢 用手机啊 用照相机啊 等等啊 嗯 都是 需要用 比较 它的容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 啊 如果可以的话 就越 比较清楚就好了 啊 然后 因为我这时候 我有把它 缩小嘛 因为 容量不足嘛 然后 它又是MP4 啊 一定要用那个MP4 的格式 啊 因为 啊 MP4的格式是比较普遍的 虽然有些人说 它的画面看起来 啊 比较没有那么好看啦 但是 至少 你能看到那个画面嘛 但是呢 你看 在电脑啊 在手机啊 很多都是用MP4嘛 所以我们 我 就是 建议大家如果 可以的话就是用MP4 来看 来 做这个 一些影片呢 啊 可能 有更 好的那个画面 但是 可能容量就更多 就是它的 需要用的那个 需要储存的那个 Memory啊 Memory space 就更多 所以呢 啊 我就 让大家 来 啊 就是 弄 弄给大家看 就是 啊 看看到底 128MB 跟 1.4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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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画面 它是 怎么样的 它这个容量的就是 自从 k 自从byte bit 然后到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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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MB 然后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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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kb 面 1.3GB 1.4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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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TB,DOTה等等 它的差别是这样子 我越清楚 容量越大 它们的Mate Space越多 存储需要的容量越多 它的画面就比较清楚 比较好 你换了会比较真实一点 然后 不是说容量越少 它的画面就比较 分量越少的话呢 它的画面的画质 它会比较 稍微差一些 但是用的过程词 你是不是要追求 存储量少 可以 就是视频的 memory 影片的 memory 比较少呢 然后它的画面 你就看得清楚了 如果你要放在手机呢 或者平板电脑呢 可能你就不能用太大的 那个容量 那个影片呢 你就不能用太大的容量 因为呢 那个手机或者 那个平板电脑呢 可能因为容量太大 所以它走不了 它会卡着 卡着 有些人在卡蹲啊 就是hang 它的影片 不能走 或者是可能走到一半 它会慢慢 它会一格一格 这样子 所以呢 它的画质 它的画面就比较不好看了 然后也会影响到你观赏影片的 那个心情 所以呢 呃 我是建议说 呃 我说 如果你们要放在手电脑的话呢 是可以 虽然有容量 你就会放咯 但是如果是放在手机啊 或者平板电脑啊 你就建议你们用比较小的那个容量咯 但是 呃 有时候 越是太小的话 其实 它的画面真的是不太好看的 所以 如果说 你一个影片 它是 比如说 一个 一个gb啦 一个 一个gb的容量 其实蛮大的 如果 你把它缩小成 或者是这样缩小呢 你就 这样往下摆的时候呢 它的容量就会变小 啊 它可能从一个gb会变成500个ambit 啊 所以它会缩小成半啊 或者三分之一啊 那么 呃 或者可能更小啊 那么 你在看 放 把这个小的那个 影片的容量 你 你把它储存在手机呢 它的画面看起来很少看的 还是清楚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放在手那个秒的时候呢 它的画面就 不要差 啊 如果 那么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 那么 大家就会明白 为什么我会说 啊 它的容量有差别 容量 越大 它的画面就比较 越清楚了 然后 如果 容量越小的话 它的画面就比较 比较差一些 但是呢 如果说 你把它放在 啊 啊 好像我说的 如果你把一个GB啊 或者是500个MB的 啊 影片啊 你把它说 你当你下载的时候 你把它或者转换的时候 你把它的容量 减少了 当你下载影片的时候呢 它的容量就会 它就会 它的容量就会减少 可能减少一半 或者是减少少人之一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千少变成少人之一的容量 所以呢 你的画面 那个 你需要促成 saving money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 没有那么多 那么 啊 啊 如果说你是想要 啊 啊 是比较 清楚的画面呢 还是需要用回 那个 原本的那个容量 就是 比较大的 但是呢 如果说 但是呢 如果说 有时候 如果说你 要放在手机啊 你不可能 或者 平板 平板电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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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看 一个影片的时候呢 看一个 影片的时候呢 我是看他的 他的 内容 他的画 那个 画面呢 啊 只要你 没有那个 声音 有那个 画面 看得清楚 可以说 看的眼睛很痛 啊 那么 就可以了 可能 有些人 他会选择 啊 那个 那个 效果 那个 那个 影片的 画面 越清楚越好 但是其实 太清楚了 其实 可能会映射到 我们的眼睛 因为每一样的东西都很清楚的话 你的眼睛 会很累 会真的很累 所以呢 啊 第一个来说 我就是看 听他要说的话 啊 他里面的内容 跟 一些画面 只要看得 清楚 看 我觉得 看得 是否好 ok啊 就没有问题了 啊 不需要 太过追求 很 很 清楚的画面 因为呢 我不想 把我的眼睛 美化 所以呢 我们在看 影片 然后就在看 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照顾自己的 健康 啊 要照顾自己的 眼睛啊 身体啊 手脚啊 这些东西 就是 因为 就是 要保护嘛 保护我们的身体嘛 所以才不会受伤啊 但是 还能 保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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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